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月25日 今天會有一個新版面給大家看看 直至今早11點 11點 各個行業板塊 他們是受歡迎程度與不受歡迎程度 當然這是自己投資者的追捧 紅色的就是升的 綠色的就是跌的 大家一眼就看到了 今天入面 升得最多的 不要小看 有銀行業 升了16隻 跌的就12隻 不升不跌的就12隻 另外一般金屬也升了24隻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裏賺賺 汽車 升了26隻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最其次 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今天很多時候都說新科技股 新科技股等等 去多少呢 大家就看到了 起這點 起這點 給大家看到的就是 升升跌跌的比重 這個位置 是不會因為他們的 是升多些跌多些 而改了的 每天都是上了這個位置 你變成對比它 如果這裡紅色多了 即是今天 那些人多了 終於買石頭了 農業產品 如果今天紅色多了 那些人就會去追捧農業股 這個天然氣色 升多了 即是說這裡的 就會多了去買天然氣色 同樣 銀行股如果一聲 紅色的油 又來到這裡的話 即是那天 全天都追捧銀行股 大家 如果有些炒息日先的 或者跟著要跟著的 你可以跟著 看看明天 銀行股是否繼續 再備受追捧 好像其他這裡 即是說 不知道了什麼 只剩下 全部都是沽得為主 在這方面 讓大家一眼看得到 市的走勢是如何 以後每天 第一版是會看到這裡 那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很簡單 又再扣3萬點了 基本上是反覆向上的 因為 升來升去 都是那幾隻大牛龜 都是帶動恆生指數上升的 所以因此就升了 其他的 又不是真的那麼升 因此 我是比較審慎樂觀 我暫時看短期阻力 在3030 當然 你跟著之後再調整 你可以 之後再上去 3萬8 這些已經說了很久 即是不需要再說 短期阻力就是3030 不是很多 幾百點左右 是否今天到 明天到 後日到 不知道 到了之後 看看 可能會30500 3040 千萬不要跌穿293 如果跌穿293 即是說 將會再來一個 比較大的調整 調整 就不再是四五百點了 這就需要一些留意的 所以我比較上面就是審慎地樂觀 在這點裏 這個日線圖 這個日線圖 都基本是這樣 看保利加通道其中有一樣要留意 他離開了保利加通道之後 再上去的話 就看他再上去還有多少力 如果上去力度不足 這樣他就會下跌 好像這裏這樣 這個還沒有離開過保利加通道 不過他是下跌 再上去力度不足 不再穿得到 這樣就回來 所以 再上穿 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是很重要的 上軸 的東西是多少 30339 是30339 30330 都忘記了 不要緊了 因為差不多 所以我也是看3030 如果3030 始終是穿不到的 而反之又下回來 是293 這樣就不好 293是怎樣 中軸 都是220 如果下回來293的話 真真正正 可能要下回來中軸 最終 下回來中軸 然後到220 這個位置 所以波浦棟是有一定的 有朋友問是領展房產基金 我又再看一次 介紹一下這裏怎樣看 這裏所謂大手買賣大手沽出的呢 這裏呢 就是說 凡是他那個命令 下來 那位投資者 等等 他命令 賣100萬元的股票 或者沽100萬元等值的股票 我們稱它為大手 這裏是過往平均5天 大手的那裏是5381萬元 今天呢 大手沽呢 竟然是多了很多了 6274 這裏 在這裏 當然 變成資金流出 就多了少少了 那領展呢 就自然 就會看到 就會跌了 這裏又做了一陣 認證 升儲之後 再跌回下來 再上去 上不到 那個通道 站不上去上面 那它就下回到這裏 所以記住這裏 我之前曾經說過 是因為領展是修息股 不過 在最近的一個月 或一個半月來說 美國的10年債息 是很急急地上升 升到超過了一厘 因此 對於所謂的修息股 自然就受到壓力 因此它就會跌回下來 這就是了 這是週線 四個禮拜就是一個月之前 一年多 因此就會看它 就會下回來 下回來支持多少 保力加通道中途 65元左右 這樣 估計會到這裏 到了這裏之後又怎樣 看一下到時的息口 還升不升 如果息口穩定下來 那就可能就橫行 因為它始終還是四厘度式 是有一定的支持力 那日線圖上面 就已經 已經看到了 是跌到保力加通道的 下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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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圖裏也說了一件事 有位朋友問 保利加通道在什麽的使道之下不適合使用 朋友是問得很好的 中國的武器所謂有十八般武器 關公用的是大關刀十分之厲害 馬上殺敵無數 如果將關公困在小巷裏 打巷箭 關公便可以死 起這個巷箭要改用什麽呢 用柳葉短刀 還有兩把刀 為什麽呢 因為兩把刀就是槍口對著人 關公拿大關刀 它只起那裏只有一招 就是槍口對著槍口對著 上面撼下來 如果還是起這個巷子打隧道戰的話 它還死 連上面撼下來都沒有 只可以槍口對著槍口對著 向前 柳葉刀就不是了 橫打上上下下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在這點裏 不同的是投資的技術 是有不同的用途 保力加通道是應用起什麽呢 應用起一些波動市裏 你千萬不要不動 最重要是動 你動 我便快樂 不動 我便真的很慘 好像這裏這樣 就是在這裏 雖然是上面撼下面賣 上面撼下面賣 都是很少肉吃的 有朋友問 中國中野 在這點裏來說 今天沒有什麼大手買賣 過往是有些的 這些股票 平時不是那麼多人買賣 而竟然有大手買賣的話 證明有人開始留意他 我們無論他 將來會升升跌跌也好 要留心 要跟著他 所以你看看 中國中野 有什麼人談過 沒有人談過 降一月 有沒有任何財經支撲 講過這件事 沒有 不過 您不想顯示 Россия 從這裏慢慢的在 nosso Go Moon 發展去 差跌了三、四十多 所以 不要地看笑這些 這些 短短的 一個月底 兩個月底 竟然是üş ass焊成40% amount 有很多 不少 所以 在這些事情之中 你留意 突然之間 你應該是3元1元大手買賣要100萬 即使命令很大 有人在100萬股、100萬股、100萬股的數量 也有人在100萬股、100萬股、100萬股的數量 當然最終取決於資金力量的對比 是淡有多些還是好有多些 不過現在似乎看上來股價是好有多些 來到這裏是否夠時間 它下來保利亞通道是上軸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1.63元 今天現價是1.64元 所以在這裏是剛剛頂住的位置 如果今天收市 這個日線 它下來下來 再接著會上去 它可以繼續展開它 未曾完成之旅 未曾完成之旅是多少呢 可能是去到過7元 之前是過7元 現在是過6元 那你說過6去過7元 1毛是甚麼加貨呢 8% 只能去到過7元之後會不會再升一些呢 我不知道 不過有人被收了之後 他沒理由去到這裏 即是這些位置收了你的話 我當去這裏收了 不要起1元收了 起這裏收 它只是去到大致上 這個位置 你只要過3元 過3元去到過7元吃糊 不是吧 做這麼大動作之後 吃幾毫子糊 我不相信 所以我估計 這些還可能有一個後續 當然後續會是 明日續你 後日續你 明日續 即是下星期續你 我不知道 只要它守住保利加通道的中續 它就有得續 守不到中續 跌下來 那就掛了 再看看 有沒有機會守呢 第一 息口有4% PE5倍 怎樣都可以守下吧 是不是 是否可以大家去考慮買呢 我不知道 不過拿了這個股票的朋友 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 你可以去考慮繼續持有 沒有的 你可以去想想 記住 止蝕位 1.45 為什麼呢 中續 1.45 1.45 就跌穿中續 跌穿中續 就收工 中煤能源 之前 過去5天 都有大手買賣 今天到現在來說 11點鐘 是沒有的 資金超越流出 曾經之前 煤 所謂黑色板塊是上升 到最近 你看到 來到這裡之後 後勁不計 不是在這裡後勁不計 是在這裡後勁不計 這裡開始之後 再不可以看到陽燭是陰燭 下來之後 再想上去 上去而無力 因此 我估計它會在這裡水平 整股深惡 再下低一點 又再說一段 保利加通道最不適合做的地方 就是它橫行 摘幅橫行的地方 不過 我不在這裡做買賣 不過要留意它 因為它一去到擴闊 就有錢賺了 這個擴闊是向上的 只要怎樣看擴闊 以前都說過 遲些再久一點再說多一次 在這點裡面來說 它上來了 下來了 中軸 理論上是會試回來 有下軸這裡的 目標位就是兩個二 因此 就需要在這裡暫時 有貨的 是要滾一下水 沒有貨的 先等下 有人問北京汽車 又是這樣看 對了 之前又有大手買賣 到了今天11點 未見有 遲些 晚些 會不會再有 我不知道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留心 這個大手買入的 似乎是多少少人 580234 因為它之前那幾天 都是資金流入比較多少少 反應什麼 可能見底回升 的而且 北京汽車在這裡來說 這個是2.3 這裡也是2.3 即是說 它們已經可能做了一個大體 這裡暫時不太好 它還是斜下來 斜下來不是大問題 當然 咬上去的時鐘 是大升 這個也是斜下來 它打斜是斜上去的 因此 在這點裡面 它會不會再重思故忌 打斜上去呢 現在2.9 遲些的時鐘 不小心 它真的可以去回4.1 3元去4元 那就是30% 一仙圖上面 已經是上升 當然 是反覆反覆反覆的 這裡暫時的位置 你等它先跌到2.8元 才去扣 2.8元 為什麼呢 就是底通道2.7 我相信它會破壹布里加通道的宗族 這樣 又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呢 有的 6倍市盈率 這個是5厘度式 北京汽車為什麼這麼不掌進呢 因為沒有什麼消息說它電車 現在這個世界凡是電你 就怎樣 還沒做一輛車出來說電 說做電車 都會升 是不是 好了 有隻朋友問儀卡 你看到儀卡 儀卡 是一個十分之厲害的科技股 因此 最近過5天又大手買賣 今天當然要有大手買賣 就算11點鐘也好 為什麼呢 不及早做好一些事情 不行 不過留意 這個是資金流入 直到今天11點鐘 是未是好像去到這麼多的 昨天去了這麼多 今天會多少呢 來到這裡 這裡 或者再跟著上面 如果今天的資金流入 大家可以去到今天收視時看看 是沒有那麼多 是只有那麼多的話 或者只是升了好像只有那麼多的話 那 死貨了 資金流入少了 那會不會的價格 就受到這個阻壓了 周線圖上面很漂亮的 很漂亮 是不斷升了 好 一線圖上面也挺漂亮的 是裂口上升 不過 在高位的裂口上升 我始終是有戒心的 這個叫做 就是我怕會有日之中天 真的 我媽媽經常教我 花無百日好 花無百日紅 人無千日好 記住 到差不多的話 她會有些調整 那你如果要做的話 記住了 調整 你可以去考慮吸納 你也可以在現在吸納 不過 你就要看著那個止蝕位 因為沒有法止的 電的東西 你說認為它調整 很多人都覺得 上個星期五調整完之後 今天會再調整 就不調整給你 因為這個世界一電的話 是很不同的 這個是兩個月的 好 今天推薦 這隻是 富藤 富藤 是虧錢的 不過大家看看 今天大手追入是這麼多 竟然沒有什麼人敢去估 大手買入的數目 二八五和今天這裏 十一點鐘 已經去到這裏 所以估計 到今天下午 它這裏今天入錢 還是多 首先我們看看 為何會推介這個富藤 這是月線圖 月線圖之前上市是7元 最低跌到過半 現在回到 在這點我們要看 就是 富藤是做什麼的 富藤 是不簡單的 它在做很多電的東西的連繫 總之電器用品的連繫 等等 全球的營銷額 它排名第四 大中華區的營銷額 它是第四 大中華區的營銷額 沒想到 一個三元雞的股票 竟然在這裏 它是將你的電腦 和你的手機 將你的手機 與手機之間的聯繫 那套工具 那套軟件 那套硬件 它竟然是排大中華區 第一 它有個不好處 不好處就是 你是第一 如果美國風土打壓你 那你會不會 就是在這裏產生問題 不過又有個好處 它媽媽就是 富藤康 然後富藤康 現在又跟著說 就是跟蘋果造車 因此它可以是屬入於 做蘋果車的零部件供應商 一說到這樣 大家就會興奮 又是車 那大家車 那不怕車 那怎樣去車 我就不知道了 總之 我現在只去說 就是 三元雞 駁一下 是不是 因為我倒性蟲 駁一下 駁一下 駁它第一個位 就過來 這個四個半 至五元這些位 再駁穿了之後又怎樣 很簡單 駁穿了這些位之後又怎樣 駁穿這位之後 就回來上七元這個位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大家駁不駁呢 就去想 止蝕位 等著起三元雞 等著起三元雞 就是這樣 現在它這個 現在它三個六 上面那裡升幾多 不知道 跌下來就是三元雞為止 這個就是 富騰的 日線圖兩個月的 它也是上了去 落下來 跟著要上去的 它要上去的時候 就希望它一直 一直保持 起三個半 現在它是三個六 希望今天收市 就是最少起三個半 一直保持上去上去 這樣升 這樣就可以 夢想或者可以成真 這個是 一個時期推介的股票紀錄 就是 這個以之前回答 觀眾朋友問題的股票紀錄 如果大家對於其他 因為我每天只能說到 這麼多隻 其他股票 你如果認為 需要看看 可以拿這個參考 時間越長遠 譬如1月11號那些 可能 是有些過期了 好 我這裡保持的 一定保持十天 如果十天 它轉了勢 都是差不多 可以怎樣 這個去到 1月25日 就是今天 這個就是 1月22日 就是上個星期五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對比 好多謝大家